嗨大家,我正在复制我新办公室 说是物品要搬去新办公室 黄勋才15日接任新加坡总理 但还没上任,过去两年他有这项任务 用中文宣读李显龙的年度国庆献词 就连李显龙跟自己的孙女聊天 新国如今双语挂帅 诗为英文为主要语言 母语为第二语言 1970年代末历经转变阵痛期 但近20年政府忧心双语优势逐步减弱 曹根书市是新加坡唯一一间中文书店 除了新马作家的作品之外 也会引进两岸三地作家的书籍 其中不乏台湾的出版社 而店员就透露了作家齐邦元的著作 最近都很抢手 而居留盒也已经卖到缺货 早报报道台湾一个老作者齐邦元去世了 百多岁 90多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 居川盒是他的人生经历 我下载了还没有机会读 希望卸任之后有机会去读这本书 透露阅读习惯自然期盼以神作则 不过新加坡当初选择全英语化也带来优势 例如外商纷纷禁离香港首选就是新加坡 随行成员是华尔街日报亚洲总部 但就怕真走向单一语言成劣势 新加坡新任总理账勋后 任务之一预计将涵盖拼命宣传 说好双语 TVBS新闻红包刘婷婷发示新加坡的财宝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